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如果不是看这部电影 我根本不会知道 这边几乎所有人 都看过那种设计小卡片 被我居然会是 动乱亚某年诈骗金额破百亿的 大型诈骗分身团伙 在幕后有组织的 进行此类操作 前两天我就看了电影 孤注一致 先说感受吧 如果你的父母 对电影的产品 互联网不是很了解 且带人比较和善 那么强烈建议带你的父母 去看这部电影 他们将会在两个小时里 反扎意识被提高一个等级 如果你是高中大学生 甚至硕士博士生 你每天都高强都冲浪 对自己不会被诈骗 非常自信 不好意思 想一惊你 就看这部电影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精英职员 一个专业猎头 在你失业之前 就联系你挖你 到某大公司跳槽 作为资深黑客 你调查了这家公司 所有信息 全都没有漏洞 你的同行即将入职 并推荐这家公司 恰如你今天刚失业 那你会考虑连这个猎头嘛 如果你选择是 那不好意思 你将会在东南亚地区 成为某招联团伙的 技术骨干 如果你非常聪明 又非常幸运 终于逃了出来 发现前面有一个当地警察 你会选择求助嘛 如果你选择是 那恭喜你 你将会成为东南亚地区 某招联团伙的 瘸腿技术骨干 而以上就是电影 《孤注于之理》的 一部分 就是真实案例的故事 在电影《孤注于之理》 讲述的就是 某大厂互联网专家攀升 如果被境外诈骗团伙 一步一步设计坑海 最后被囚禁殴打 被破成为 该诈骗组织的技术骨干 最后虽然被挤得回国 但依旧中残疾的故事 除了之外 还有一线城市 搭配某头的安娜 如果被合作多年的公司大客户 将她本人的好朋友 通过多人连环演戏 并配合专业团队 进行针对性心理分析诱导 最后被骗到东南亚 成为所谓性感核观 比我跟着一起诈骗的故事 整个电影剧情非常精彩 我感觉是近些年 在电影题材里 第一部 把这篇过程的全采论 结合非常紧张刺激的剧情 包括想骗谁 怎么骗 谁来骗 要骗什么 怎么骗更多 骗钱怎么转移 全都真实的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哇 真的看着头发码 所以我才会说 有条件的 去看这部电影 去带父母看这部电影 最实在的 如果这部电影 让人一个 十个 一百个家庭 免于被诈骗的困境 那么这部电影的价值 比很多东西都要大 除了结合紧张的故事 展现了诈骗的全采论 运作过程 这部电影还结合了真实案例 展现了我们不了解的 诈骗团口的现状 就是很多人觉得 那诈骗嘛 无非就是 一群乌合之众 大量投放垃圾广告 然后打电话啦 到号啦 木马啦 什么冒充亲属 优惑转张之类的 非常原始落后 没有就是含量 还真不是 在这部电影里 一个网传经扮演的 诈骗团口总经理 管理着八个部门 又可以躲避 顶尽黑客的安全网络 又根据被骗人的 浏览选项 实时进行 学家网页制作的 高兰团队 还有在国内 有着正当职业 或者 开着合法的大公司 然后通过专业的心理培训 去译骗一些 高兰人才出国 然后捐进殴打暴力威胁 让他们会自己做事的 专业诈骗部门 再次重申 刚才说的这些 都来自真实的案例 不仅是正规公司 需要的人才 这些诈骗团伙 也在想方设法 把看一眼的人才 针对新制作诈骗策略 把他们骗到境外 为自己干活 所以如果你觉得 那我非常聪明 放了点科技 对诈骗了如执掌 我绝对不会受骗 那你可能很安全 因为真正的人才 感觉不会有这样的 自我认知 开玩笑 就是刚才说言 这位男主攀升 就高学历 高智商 高能力 对自己的事 非常有自信 但是绝对不致富 他不仅调查了这家公司 还还黑镜了 连接自己的人的手机里 反正确实没啥问题 在机票买的 都是去新加坡 只要在东南亚中转一下 人家就这个中转 一个防通警惕 就让他陷入了 万劫不复当中 这部电影在 展现这边团伙 对受害人的心理优导方面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如何勾起你的谈点 怎么让你着急之下 做了错误的判断 怎么让你放下戒心 真的 去看 太可怕了 说之外呢 我认识是深的 这些人被骗进军营之后 仿佛就从文明社会 突然进入了动物世界 没有道理可讲 只有拳头 血泪 冷酷 以及暴力 你智商高 那一棍子 你智商低 也是一棍子 你个子大 那两棍子呗 除了暴力威胁 他们还特别擅长洗脑 也利用其他人 来互相控制 牵制 还有个影响深刻的剧情 是王大陆扮演的大学生 这么被一步步诱导 现实互联罗赌博 诈骗仙警 最后产生家庭悲剧 非常催泪 而作为扮演的 恨女朋友 就会质疑 为什么不救他 为什么破案就这么难 就像这部电影说的 你没有去理解家里 只有画家的权利 境外犯罪 怎么解救 它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去人家国家 打击罪犯 你有没有执法权 当地要不要配合你 人家愿不愿意出这个成本 你打击的罪犯 给当地来的经济收益下降 是不是影响到了 当地的一些权务的利益 这不是一句口号 就能解决的 其背后有太多的困难 需要克服 所以对于被困在 境外这片组织团伙里的 受害人而言 就是绝望 但是当我看到 即使面对这些困难 我们的人民警察 也就在努力周旋 来到境外 还被当地黑帮恐怖袭击 最后还是救出一批又一批 被诱拐绑架的中国公民 我正在电影院 非常的感动 还是要重生 以上都是取自真实案例 这些困难 这些危险 这些可怕的血腥的故事 此此刻正在上演 大家把感谢打公平上 当然制补电影在我看来 也不是没有问题 比如在我观影过程中 对于后半段 以为的几位大博士 那种即将大战的剧情 会非常丰富精彩 但是其实并没有 我当时有点奇怪 过来看导演的解释才知道 不是不拍 而是不能拍 其实具有在 前期调研的时候 已经有了很多 一手真实资料 但是具体的 增破细节 增破方法 确实不能去拍 除了因为泄露般的手段 同时还会保护我们的人民警察 所以对内容 也进行了适当的删解 或者用暗示方式展现 大家总的看来 它不影响在我心里 它将会给社会 带着实义价值 如果你在看一个 精彩的过程的同时 能够知道 原来我视频的这个 我经常看到的那个 被我建设这样的 赞品团固在操作 因为我可以跟朋友和家人 去说这件事 将能避免 更多悲剧的发生 所以在此呢 我用了希望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带父母 去看这部电影 也希望观看视频的每个人 都不会经理电力的这些事 并且也要多多和其他人 就科普这些粉大知识 说不定你看过 你说过 就会在未来 解救某一个人 某一个家庭 就在我视频制作期间 我在网上就看到 拥戴自己的家庭去看电影 回来之后 母亲非常沉默 仔细忘了才知道 由他正在经历 丁力的网络诈骗 方式就是 所谓好友的那幕消息 并且已经赢了几百块 正在操 即将被诈骗的刀刀狂奔 看完电影就 及时受退出了 也下去真冷汗 这就是真实的案例 希望在座的各位 都能找收获 好的 本集是这样 千万千别忘记 点关注 我是大本希 再见